加盟巴黎首场比赛集展或超级世界波加造点球 对于中国女族姑娘王双来说 法国的流洋之旅无疑是完美的开端 要知道C罗加盟游文后都还在为自己的手球而苦苦发愁 中国足球力来给人一种非常落后和软弱的感觉 落后就要挨打 软弱就要被大比分羞辱 这点在中国男族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典型的如1比8惨败巴西 1比5惨败泰国 由于自身的落后 在球场上也无法得到对手的尊重 但是这种现象在女族身上从没有发生过 在今晚的比赛 王双作为来自落后足球国家的玩员 他登陆仅仅20分钟 就让群场的观众和队友观目相看 在他轰进世界播后 几乎每一个队友都跑上来和他热情庆祝 要知道 在巴黎这种豪门 进个球都是家常变半的事 很少会有的友会如此心事动众 而场边的男观众们更是一片沸腾 脱下一副疯狂庆祝 也许在他们看来 这位来自东方的漂亮女孩着实惊艳到了他们 不只人漂亮 就连进球的方式都漂亮得一塌古土 这就是尊重 只有自我强大 别人才会为你疯狂 才会为你鼓掌 值得提醒的是 王双在赛后跟随队友戏场时 疯狂的巴黎球迷在看台墙罗打鼓 似乎在向着明星外人致敬